三速地震給我這八百零元 跟我有什麼關係要走 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又快到聖誕節了對吧 小粉紅俗稱的毛蛋日 而中國一些地方的中小學 甚至是幼稚園還有一些公司嘛 又發動了抵制 聚過陽節聖誕節的文宣 真的是每年必到的傳統習俗 先帶大家來看一些文宣 我們看這個東莞市的 關於紅陽傳統不過陽節提倡書 對不對 親愛的家長親愛的同學您好 什麼時間白居過戲啊 我們不要盲目的過這個聖誕節平安夜啊 中國傳統才是我們需要紅陽的啊 勝利小學聚過陽節提倡書 2023年12月18號發表於黑龍江東北的 節日是民族文化的瑰寶 每個民族都有傳承節日 是民族凝聚力的維繫 是民族繁榮的基石諸如此類 所以我們不該過陽節 我真的覺得像你這個發表於黑龍江的小學 你發表這個就是大逆不道 背叛祖宗 你們是金人欸 你們是女真人欸 滿洲滿族欸 你們過什麼中原文化的這個東西 你們自己滿洲話會講嗎 女真語還記得嗎 全給忘了 然後再宣揚這種 漢本位漢文化的東西 你自己才在背叛祖宗 背叛自己的民族吧 OK我們接著看下去 不過聖誕節 擁抱2024年提倡書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是哪一個國小 幾年高新區黃屯中心中學 有沒有 聖誕節是西方的節日啊 跟我國春節一樣啊 諸如此類的啊 所以我們要堅定自己的文化之心 弘揚中華民族文化 不過聖誕節平安夜啊 不買禮物賀卡 不以過節名義在學校內 班級內懸掛一些裝飾的飾品 還有這個平潭平原鎮中心幼兒園 你看連幼兒園都在發這種通告 這個通告絕對是給家長們跟老師看 你說這個三四歲的看得懂這個嗎 羅馬拼音拼出來 那個字都不見得看懂了對不對 還有這個是什麼 深圳市蓮花物業管理 不過聖誕節擁抱2024提倡書 尊敬的商戶們您好 為實踐社會主義核心 竟然吃一塊 引導理解認同中華傳統美德 和傳統什麼什麼內涵的精神 就如此類 所以我們不過聖誕節 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各地東北也好 西北也好 西南也好 中國所謂的內地也好 甚至連深圳都發出了 類似差不多的公告 所以你說這個現象在中國是少數嗎 還說什麼 為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然後又說不過陽節 我問一下社會主義 這個東西是中國人發明的 哪一個國家的人 是不是西洋人發明的 如果今天歐美的學校發出這種 不提倡過農曆新年 甚至拒絕抵制這種節日 在歐美國家你看到什麼唐人街在過這種節日 歐美人直接拍片痛批舉報 大罵唐人街的幼稚園學校發公文 聚過農曆新年 說什麼不准出現任何什麼春節 甚至漢字都不能出現 雖然農曆新年是亞洲部分國家的傳統習俗 印尼越南也都有 對不對 但這裡是義大利 羅馬文明流淌在咱們血液中 一刻也不能分割 我們要熱愛自己的祖國 擔任起羅馬文化的接班人 讓優秀優良的文化生根在我們心中 因為這裡是義大利 是義大利人的義大利 你看歐美國家如果發出這種聲明 你們貴國的央視馬上痛批 小粉紅大鬧現場 結果你們年年都在發這種公告 人家都懶得管你們了 當然如果有熟悉外語的人 可以大翻譯運動一下 你們知道中國什麼時候才會真正的強大嗎 跟歐美還有日本一樣 在他們的地標上 慶祝農曆新年 甚至是中國新年 政府帶頭慶祝其他民族的節日 這個時候 你的國家才是真正的強大 與真正擁有民族自信的時候 所以我在想 你是聖誕節可以啊 你們先發公文 批判一下這張圖裡面的那個漢奸吧 而前幾天甘肅不是大地震嗎 很多國家都表示慰問 而這些表示慰問的國家 基本上都是中共與小粉紅 看不起甚至痛罵的國家 像是歐美日韓 還有我們台灣 都有發文表示哀悼 而中共的好兄弟 什麼俄國啊 北韓啊 伊朗啊 敘利亞 非洲多國啊 全部都沒有一個表達安慰以及慰問 而一些小粉紅還發文痛罵 你看美國發文哀悼甘肅地震 就是非常噁心 陰陽怪氣的 你看美國不關心 你又要說美國漠視中國人民 你看美國沒有國際觀 沒有大國風範 對不對 欸關心的 你又說別人假猩猩 噁心 陰陽怪氣 我覺得跟我們國家一些群體一樣 你往左走要被罵 往右走要被罵 停在中間也要被罵 而現在越來越多 這個中國網友聽起呢 討論為什麼中共不允許海外救援隊 來幫助甘肅 帶大家來看這個小短片啊 甘肅這場地震 震出了一個真實的甘肅 震出了引入成烟的現實 把西北的貧瘠裸露在了世人的面前 祈福甘肅 祈福平安 甘肅除了市區 農村基本都是這樣的土砖房子 經不起狂風暴雨 我們不是在揭露苦難 也不是在誇大苦難 因為引入成烟的故事 一點也不誇張 剛剛這個影片中是不是有提到 一個叫做引入成烟的這部電影 那這部電影啊 是去年由中國甘肅導演 李瑞俊拍攝的電影 裡面講述了中國農村地區的故事 尤其是他們甘肅啦 那這部電影呢 入圍了第72屆玻璃影展 在2002年的7月8號在中國上映 8月9號上架於中國的串流平台 但也在同年的9月26號 全面下架封殺 大家看一下這張圖表 這部電影在國際上還入圍甚至獲獎了不少對吧 但在中國被下架封殺了 原因也很簡單啊 因為這部電影播出之後 甘肅當地的政府啊 倍感壓力 因為時空背景都帶出了啊 貧窮啊落後啊然後人的這個價值觀的這個概念啊 非常的 語是脫離 那戳破了黨中央 剩下所有的全面脫貧 讓這個外國人看到哦中國不是只有上海 中國還有一個地方 是這樣的很多地方是這樣的 而原本這部電影能在中國上映是當地政府在審查這個故事的時候認為這個故事沒有提到任何批判中共對吧 於是就給上映了 那後續啊上映過了一個多月 黨中央發現這部電影的時空背景有問題 政治不正確才施壓給下架 原因就這麼簡單 就像我之前拍的那個MV 那我修了還有那首歌 欸我在網易QQ平台都上了對吧 上了之後半天被下架 對不對 就因為他們認為這個好像沒什麼問題 但是看到被人家舉報啊黨中央可能看到這首歌為什麼可以再舉報下架 而其實中國人民自己也知道要捐款就要捐給信任的單位或是這個團體 大部分的人已經減少這個捐款給中國的紅十字會啊 或是中共的政府單位對吧 像是中國很多的藝人明星這一次都透過韓紅的單位去捐款 那韓紅在中國做了多少公益這個 相信大家應該都看得非常清楚 當然啦也有一些中國網紅在質疑 為什麼我要捐錢 甘肅離我十萬八千里 關我屁事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別看你 別看荒謬 老鐵 甘肅地震了 啊 甘肅地震離我這八百一遠 跟我有什麼關係要做 那地震本身就跟我沒有關係 然後我說甘肅地震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很正常啊 我又沒有家人又沒有誰的那個 而且我說大實話你非得 你非得他有些人一樣虛寒問答 那種虛假虛假虛寒問答 欸你們有沒有事啊 沒事 好啦我們看完大家也知道他下場如何對吧 這位網紅被出征到自己啊 要道歉啊要捐了五千多塊人民幣啊 那留言區啊是有一堆粉紅痛嗎 你捐的不夠多啊 你們每個中國人民捐款的也都沒有貼出來啊 對吧 而且我覺得這個社會氛圍很好笑 說什麼 捐錢做好事不要宣揚啊對不對啊不宣揚你就說你沒做好事 那非常好笑 做出來宣揚說你看你在炫啊 你在收割流量 怎麼做都不對啦 那其實說句難聽一點 這位中國女網紅 他其實 說的一點抽都沒有 全部捐是個人意願啊對吧 他也很 不違心的把自己不想捐的原因給講出來 他的意思也是說 有些人啊你 你也知道自己的經濟能力或是什麼狀況你不想捐對吧 但你會說 下次吧 我就是可能 生活有點擷取 不用找那些藉口 你就是不想捐而已 對吧 你想捐的話這些都不是理由 這些都不是藉口 所以我覺得他把這個 先進說出來 非常的正常 那很多人可能聽到這個痛點 喔自己還要沒能力捐 幹 嘴巴上要講的冠冕彈簧一樣 其實你就是不想捐嘛 所以他在影片裡面我覺得他 確實實話實說 一個遠在八百一千公里的地方 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這也是事實嘛 他也沒有特別去 批判或是抹黑甘肅 他沒有說什麼 甘肅又老又窮 甘肅地震是活該 甘肅人去A死 沒有 他如果有講這個話 那他被出征他被抵制絕對都沒問題 但事實上他也沒有這樣講 那錯的是玻璃心愛情緒勒索的 那些觀眾朋友 有一說一啊撇開情緒不談 他說的完全沒錯 但如果你要帶入情緒的話 你會覺得他錯了對吧 既然你們這麼有愛心 你們怎麼不去幫助各地 爛尾樓的業主呢 被銀行搶走存款的儲戶呢 各地被欠薪的教師或是公車司機 對不對 我們可以看到 今天又流出來什麼 山東青島 2020年被 應聘進來的教師們 他們的群組說 他們被集體欠薪 帶大家來看 但是 我們和你們簽的是合同 我們有問題 不是應該找你們嗎 剩下不管是財政局 還是教育局 你們去溝通 那是你們的問題 然後下面這個 第二個投貼的人說 財政局撥款給教體 教體撥款給我們 我們才會給大家發工資 那就是因為上頭沒有發工資給我們 我們也沒辦法發工資給你們 對吧 我們看到這個群組也是 講得沸沸揚揚的 然後我們看 如果你辛辛苦苦的一天一天幹 盼星星盼月亮 等著2800月薪 這個 山東青島的小學教師2800而已 我們去年壓的工資到現在也沒發 去年 2022年 那我們可以看到上面就是2022年他們入職的對吧 怎麼太卑微了 說延遲到20號就20號 現在20號了也不發工資 這些老師們他們有車貸房貸也都要延遲 中國這兩三年已經越來越多地方的公務員了 老師薪水被動到被欠薪被拖欠 你看這個公車司機也都被欠款了 在講句很難聽的 昨天我們不是有說到 中國一些大學 一些什麼獎助學金 也都 沒有錢 發不出來 你們想一想 中國是不是有很多一些非洲的留學生 他們 會不會被欠 就那麼簡單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相信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小 下次見了 拜拜